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了教育局局长由开南大学校长高安邦担任 地政局局长则由台北市府参议陈锡真担任 另外也公布了三位参议 郑文燦表示 其中家长学生最在意的12年国家将不会有太多的变动 希望能够随着新市府团队的陆续就定位 为新桃园来做打拼 随着就任工作的倒数计时 陶渊市长当选人郑文燦今天再度公布新一波的市府团队 其中许多家长最重视的教育局长也在这一波名单中 教育局长即将由现任开南大学校长高安邦出任 至于地政局长则是延览陈锡真 另外还公布了三位参议名单 兼具理想性与专业性的特质 要带给桃园新的局面 这国教政策跟台北跟北北基差异很大 那桃园这方面的问题不是很大 所以政策上不至于有大的变动 那我也要跟大家说明 我个人的理念 教育政策要有这个稳定度 任何变动需要取得共识 所以不管局长谁担任 任何12年国教政策的变动 我要开公厅会来决定 那原则上目前的规划方案 我们会持续到这个五月 不会有大的变动 请大家放心 桃园市长当学人郑文参表示 桃园长期缺乏充足的教育支援 更有区域之间支援分配不均的问题 透过大学校长的出任 往后将会积极推动 产学合作以及全球布局 让学生有机会到业界实习 也跟国外名校来交流 至于许多家长最担心的 12年国教政策 目前是不会有重大的改变 而往后也将会推动 民众与共同参与 让教育可以符合更多人的需求 原则上原聘雇 原来的约聘雇人员跟职人员 我们新的一年度 我们原则上都会聘任 那除非它是计划型的 那个计划变动了 如果不是涉及计划型的 这些约聘雇人员的话 那原则上一年 为期的这个聘任都会继续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安心工作 为民服务 这还是我们职责上最需要的 请大家放心 这个我们新来的团队 政务官 这个基要幕僚人员 跟既有的文官的配合 没有什么问题 我也很有经验 因为我也担任过政务官 我跟文官相处非常有经验 那么文官是经验丰富的文官 那么它可以贡献给国家 贡献给政府很多 那我们也会注重他们的建议 注重他们的这个智慧跟判断 另外有关县府和附属机关的约聘雇 以及临时人员 除了涉及计划型 而有计划结束或变动者 原则上新年度将会继续拼任 从明年1月1号开始 契约将会生效 但是为了避免腐烂 以及不必要的支出 约聘雇人员的增减 明年度再由各局处进行检讨 郑文餐也希望透过人事的发布 让大家可以安心工作 继续为民服务 桃新闻董正纳采访报导 距离卸任时间 剩下不到三天的时间 县长吴志扬特别在县府的大礼堂 向各局处的首长 以及同仁发表了谈话 他表示五年多的日子当中 他和县府团队 每天都确实的在做事 许多规划和建设 也都有具体的实现 他希望未来新的市府 可以无缝接轨 给民众更好的居住环境 以及城市发展 县长吴志扬表示 从他就任到现在 与县府团队共事了五年又五天 一共1831个日子里面 他和优秀团队共同努力 执行了许多大建设和计划 也一一实现了 虽然他即将卸任 但他最在意的还是 民众往后是否能享受到 县府所提供的服务 很多基本的业务 是不可能因为首长不一样 而有所改变 比如说警察 消防 这些公务 该做什么就是要做什么 所以我也拜托各位 因为我自己也做过 新任的首长 我知道 任何新任的首长上任 你说他有磨合期也好 有适应期也好 有蜜月期也好 总是会有一段时间 没有真正能够掌握 目前桃园市长当选人 郑文灿的团队名单都陆续出来了 吴章表示 目前谢府团队都是优秀的公务人员 虽然首长有所移动 但是基本照顾民众的业务 还是要靠全体同仁继续努力 他提醒务必要做好各项业务 绝不可以让政务停顿 这个时候就要靠各位 有经验的公务员 认真的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不能让我们的民众 有任何一天 觉得这个政务有停顿下来 这个是我对大家的一个期许 吴章表示 卸任后他也会跟着升格 从宪民变成市民 从公仆变成公民 所以卸任后他也会做好 市民监督的工作 希望桃园市未来更有前景以及发展 在演说的最后 他再一次叮咛县佛同仁 要注意确认升格的每个细节 务必要让桃园市政无缝接轨 桃园新闻董在那采访报道 桂山乡是桃园的创税大乡 主要是归功于桂山工业区 以及华雅科学园区等等的工厂 但是因为全乡境内 87%都是山坡地 许多房屋受到水土保持法的严格管制 同时容积率也相对的低 境内除了一些特定区域不受管制以外 大部分的地区还是矮房遍布 市议员李云强就希望 未来能够解边加速桃山的发展 桃山乡境内87%都是山坡保育地 建设受到严重限制 保育地内任何的建设或是房屋修缮 都会受到严格管制 需要透过水务局审核后才能够合法施工 就连房屋修缮没有通报自行维修 有人检举就会受罚 山坡保育地做任何的工程 做任何建设的话 都是要经过水务局的通过 那经过水务局通过 第一个它本身的管制也非常严格 所以我们对我们桂山乡来讲 进步也非常有很大的阻碍 水务局表示 桂山乡的山坡地占了全区的87% 各项建设都必须要配有挡土 排水等设备 还有增建改建也需要通报水务局 虽然受到种种限制 但为了住家安全考量 还是不得不如此 山坡地如果没有经过许可 就去开挖整地的话 会按照水土保持法的规定 就会有罚款6到30万 这样子的一个罚款 但是除了6到30万之外 我们还会要求限期改正 桂山乡大部分区域 还是受到水土保持法的管制 能够盖高楼的区域实在不多 桂山乡和邻郡市政的发展 可以看到有一段落差 先议员李云强希望未来 能够放宽水土保持法 让桂山能够快速地发展 桂山新闻研号宣传报道 食品安全的问题 近来受到高度的关注 卫生局实验室 在今年花费了2000多万元 添购了两台精密的仪器 它用来检测食品用药的残留 以及有品的致癌物质 食品的检验人员也逐年增加 就是要为民众的食品安全 来做把关 检测人员把检体放上样品盘 再送到仪器内 就会开始由异箱沉溪管住 把瓶子内的液体抽出 再进入异箱沉溪串联式 质朴仪进行分析 分析的结果会出现在电脑荧幕上 这套仪器是在今年添购的 可以用来检测出 蔬果和肉品的用药残留 我们103年新增了异箱沉溪止谱仪 跟气象沉溪止谱仪 针对农药残留或是动物用药的部分 还有油品的很便宜的部分 我们都可以做检验 除了能够检测药品残留 液集油内的致癌物质也能够用这套仪器检测出来 另外一台气象沉溪串联式止谱仪 同样是透过检体内的液体 由气象沉溪管柱抽出 最后由气体的方式进入质朴仪检验 透过荧幕上的红色和蓝色线条 可以分别知道仪器内的压力 还有检体的成分分析 油品的本品笔的部分 可以用气象沉溪仪去做检验 然后它是一个一级的致癌物 对人体是有伤害的 我们卫生局也一直有在帮 我们桃园县的业者进行做食品添加物 跟食品维生物有多达30多项的检验项目 供我们桃园县的业者来做检验 实验室除了一般市面的食品抽检 也有提供食品业者申请受检 或是辅导食品厂实验室人员的检验技术 目前受理的检验项目 包括了防腐剂等食品添加物 以及生菌树等食品维生物超过30项的筛检 为食品安全严格把关 桃园县新闻一号宣采访报道 桃园升格直辖市之后 多项重大的工程程序进行 包含了捷运 多项都市计划 及最受人关注的航空城建设 每一项都和民众息息相关 更必须要妥善的考量 再能够真正符合人民的利益 而在这一集的明代星 在地请节目当中 先缘黄婉卢 黄景熙 徐其万 就将要分别针对上述的议题 来提出各自的宝贵意见 桃园升格首当其冲的旧市地方发展 有没有规划完善 居民生活品质有没有提升 县员黄婉如表示 屯市目前还有许多老旧大楼 老旧街道依旧存在 每次选举大家都会搬出来说要发展 但是到后来都没结果 希望这次桃园升格可以改变现况 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 所谓的新人就是我们目前的 经国式地重化或者是中路区段征收这一块 那旧人当然是我们老旧社区 老旧都市的发展的停顿 所以在这个两者比较之下 在目前的状况是相当的一个相当的相当的一个对比 黄景熙认为中路计划实施 亿万园区交通的阻塞问题将会更加严重 因此他提议将国际路打通 接赴国路与南平路来解决塞车问题 另外也要启动中浦西浦区段征收 推动公共建设 让桃园可以完整的发展 那么国际路打通 马上可以打通了以后 接赴国路接南平路 马上打通了桃园的任督二脉 尤其从南侃的交流道 一直到大兴西路交流道 马上可以解决一五年区 那么不当的开发行为 为什么叫不当的开发行为 因为一五年区是一个商业行为使用 现在都盖豪宅 每逢礼拜六礼拜天都是塞车 如果这个国际路打通 接赴国路接南平路 马上可以解决一五年区交通阻塞的问题 大圆乡长期以来受限于桃园机场 地方难以发展 也因为工商业不发达 提供的就业机会并不多 年轻人口逐渐外移到其他都市 让大圆乡面临到人口高龄化 大大影响各方面的发展 而甚至远远落后其他乡镇市 为了让大圆乡繁荣成长 这次的航空城计划将会是地方民众能够翻转的契机 经过行政院排版定案 要推动航空城的整体的规划 在整个航空城将来发展成功 会整个发展为一个营与亚太营业中心 机场的周边围范围 整个机场在整个开展开拓 那我们这个县政府 及我们中央都积极的在推动 希望打造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航空城 还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今晚的明代星在地情 稍待片刻再回到桃园 有限新闻 杀了一个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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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环境清洁清除积水容器 才能免除邓格勒的威胁 啊 毁了我的家就没有千千万万个我了 大家好 我是第一届 桃园市议员的当选人黄宛如 感谢有您的支持集中选票 让我能够顺利的当选 我在这里承诺在未来的日子当中 不管是社会福利 不管是地方建设 我绝对会做好监督的角色 有您的支持让我在议会的声音会更大声 欢迎您长到服务出来走走 提供我更多在问证上面的建言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对美眉的支持 让美眉能够顺利当选 桃园市申告后的第一届的市议员 未来有很多需要推行的政策 美眉也会努力来推行 也感谢大家这一段时间 对美眉的支持和关心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我是陈美眉 谢谢 感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感谢你们 谢谢 欢迎回到桃园有限新闻 归山乡大湖村的公园内 有皮塘的周围环绕着绿色走廊 茂盛的藤泪蔓延着整个走廊 走进去里面就可以感觉到绿意盎然 配合着一旁的皮塘 上面飘着福岛 整体优美的环境 非常适合民众或者是情侣来这里散步 翠丽的藤蔓布满了整个走廊 让走进去的人都像是能够置身在野外的感觉 在大湖村社区发展协会的讨论下 送交的社区改善计划给县政府 并且完成了这个绿色走廊 目前也是由村民由凤梨堆肥来养护这些藤类 纸藤还有我们的酸香藤 还有大栋薄花 这三种经由我们三年的种植 觉得这三种植物非常的好栽培 然后就是达到那个遮蔭效果 还有美化绿美化的作用 绿色走廊旁的皮塘也是改善计划的一部分 皮塘水面上有两个辅导是社区发展协会成员 到日月潭踏心的时候 发现他们有这个设施 并且加以学习移植过来 辅导的功能不只有观赏 还能够发挥停止皮塘优氧化的功能 也提供了乌龟晒太阳的场所 经由这个是环保了生态的工法 然后我们种了我们的绿色辅导 接下来三年执行 很完美的就是利用这个工法 避免我们的皮塘优氧化 这里的公园还有一棵落雨树 长得十分高大 是这里的国宝 整个公园有着皮塘 绿色走廊和各种树木 让来到这里的民众 可以沐浴在大自然的怀抱 绿色走廊也提供了民众 非常浪漫的散步地点 台湾前新闻言号先生 台湾报道 大西镇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百年古镇 在以前也是木翼之都 不过随着时代的转变 木翼技术在大西上是逐渐的失传 为了保佑这样的文化 当地的木翼师傅 陈伯荣的两个儿子 从小就和父亲学习了木翼 才二十多岁的两人 就可以将木翼创作精髓 表现得淋漓尽致 带着腼腆的笑容 一一介绍着父亲创作的作品 不难听得出来 对父亲的亲爱与佩服 陈伯荣的大儿子陈鸿如 今年才二十五岁 从小就开始学习木翼 他希望可以透过新生代的木翼创作 将百年木翼文化传承下去 小儿子陈优生 受到父亲与哥哥的影响 也开始投入木翼创作 孙才二十岁 所创作的作品 不输大十级人物 我怎么就要坚持下去 所以我慢慢开大意这间店 才跟你说 我不管你老家 最起码 我还要做一个 让人知道 我这么老家的茶雕 也好 也没去也好 是永远要留上下去的 陈伯荣讲到他这两个儿子 也是充满骄傲的 他表示大心目意 真的需要靠年轻人来推广传承 老一派的师父 只知道不停的创作再创作 缺少了行销广宣 而这些对年轻人来说 是最在行的 他希望借由他两个儿子的接班 可以让木翼文化继续保存下去 让人生动的时间 我们自己年纪越来越来越不行 但是孩子在外面 想说没有人来 外面要去探某家 我感觉 让他们来说 我们这些现成的 我们也是要发扬光大 为什麽要再去外面做 因为我们这些也是缺帅 所以我也跟孩子说 你们这些有幸福 其实 孩子那些就是懵懵懂懂 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也不知道什么都幸福 但是我们就灌输 好像说 这个传统行业 虽然是要摸摸 但是没有了 有你们的就会更广场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后面如果起来 不要说是很出名 但是第一也是因为 在末路当中你们会变成 最比较突出的哪一个 其实我们是用这种 和高雷说的 也是只能说 手法和幼怪骗的那个感觉 但是我的目的 是说 要把这个传统做下去 百年古镇大西 不只是观光客 来到桃园必去的地方 也是最好的 大自然户外教学场域 更是艺术人文丰富的所在 在地百年木役 更是需要加以保存 需要年轻族群共同参与 将木役制度美名 继续留在大西 桃园有些新闻 谢谢你董珍娜采访报道 公立托儿所这个名词 在当今的教育制度当中 已经走入历史了 因为现在一律叫做幼儿园 而早在民国86年的今天 观影响以处新成立的公立托儿所 规模号称是权限最大 也算是当时没有那么普遍的 公立托儿所开创先例 占地2000平 耗置5000多万元的 观音箱香利托儿所 在沿海乡亲热切的期盼之下 终于要在明年的元月13号 正式的启用 这座位于观音工业区 斜对面的香利托儿所 不但空间大 而且设备完善 每间教室面积宽达30平 每两间教室的中间 还开辟一间盥洗室 仿佛就是套房式的设计 幼童不用再排队挤厕所 老师也能够就近的照顾 可以说是相当符合人性化的设计 我们是希望说这个成立之后 能够给我们乡内的一些幼童 提供最好的学籍以及成长的环境 相公所在照顾幼童这方面 每年花费很大笔的经费 比如说我们书籍费 以及这个制服 每年每学籍相公所都给予补助 那么这个收费非常的低廉 我们每一学期大概保育费只收四千块 所以等于差不多一个月 外面那个失利 这个一个月的经费 就可以念一个学期 那么将来我们就说 在这个一两公顷的这个面积里面 我们可以好好的做这个美化绿化的工程 也可以让我们这个附近 我们的乡民可以享受 也可以来这边休闲 来这边娱乐 这座号称全线规模最大的公立托儿所 可以容纳超过250位幼童一起上课 孩子们不但可以享用这里完善的设备 以及辽阔的空间 而且收费也比一般的私立托儿所便宜许多 沿海的乡亲将会受益不少 台湾有线新闻网王长岁 观音采访报道 今天的明山资讯要告诉您 大成国小音乐班将于104年1月9号的晚上7点钟 在文化局的演艺厅举办 一起管弦市毕业音乐会 除了独奏与重奏之外 音乐班附属的弦乐班管乐团和唱团一并演出 活动采自由入场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聆听 更多生活讯息 请锁定今天的明山资讯 音乐班农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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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祝您和家平安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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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